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思就是得知 获知 我终于得惜这个消息了 得惜 好 同学们学会了吗 那接下去我们来学几个成语 第一个叫做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就是形容着生动逼真如同活的一样 通常是形容画像 画得非常的逼真 好像活的一样 好像真的一样 第二 生灵奇境 生灵奇境 指亲自到某个境地 对 就是亲身到达过一些地方 去亲身感受 亲自感受 第三 走马 看花 走马 看花的意思就是 粗略的观察事物 就像骑着马观察花一样 是没有仔细的观察 而是粗略的观察 就是随便 第四 风和日历 风和日历 什么是风和日历呢 对 表示天气晴朗暖和 天气晴朗暖和的意思 通常我们是用在再一个风和日历的早晨 或者风和日历的一天 好 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那这就是我们五年计划问 单元期未来世界的想象教学 谢谢大家